有關我們台東 台東30號後期管理的重點 我們對祖母一直到收花這段時間 其實這個拼境 大概也沒有什麼太大的 這種差別 就是這個後期的管理上 最主要就是在抽水進行 那麼一定要把這個壓制好洗 簡單說就是說 這個導熱病 他不是說特別的這個抗病 但是他也不會不抗 你放心 這個東西是我們國產的這個 這個拼境裡面 他其實對抗這個導熱病 其實還是可以的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這個山領 堆得很高的 追求的太高了 那麼你做好這方面的風景 他不會說特別的不耐 比如說你像這個香味 這個月光明 這個通常對這個導熱病 這個感受性很強 這個基本上就是說比較不耐 也不會說完全 這個台東30號 這個基本上沒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麼最重要就是說 它是一個表現上 表現上 這在這種 尤其一級造的這個部分 甚至呢 他的這個表現 都不錯 這種對導熱病的抗性 但是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不要去輕易去嘗試它 因為呢 你如果讓它驚到這種蛋肥 太高的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都會比較 問題比較大 那麼它本身對到這個蛋肥的反應 相當的一個這個好 就是它對蛋的這個表現上呢 特別的這個強勢 就是說它蛋肥利用率很高 所以呢 這可能在買季的時候 你要注意 那麼尤其在我們在落這個水肥料呢 你要看看這個 這可能夾呢 要適度的這個這個 適當的這個這個提高 這可能在管理上的 後期的這個管理上 那麼要稍微來給他這個注意 這大概是這種的這個這個差別 所以呢 他在三龍還沒輸人 這個導熱病算也是有抗性的 不是說強硬 但是呢 這基本上玩得算沒輸人 不會說特別控制特別好 沒有 那麼其實都還可以 這個這個要稍微知道 所以基本上 有的人說這個比較不會倒 比如說這個台東30號 比較不容易倒 但是你不可能 因為這個蛋肥效益很高 所以你不要嘗試它 因為這個這個平靜本來就比較 減肥就比較欠心 所以他通常會比較不會倒 但是呢 很多人看到減肥的欠心 他會覺得說比較沒有肥 因為比較沒有現金 感覺比較小毛 所以他會覺得說肥比較不夠 所以他會去補 甚至呢 他已經在這個 坐水 他還去投入一點點這個優勢 那麼這 可以投入了 但是呢 這種他的風險其實很高 你要知道他跟 比如說台南十一號 很多人也是這樣 他去他投入一點點 去他留一點點這個優勢 有時候去他留一點優勢 他還會翻車 那他的重量的情感 但是他倒的這個機會會比較大 因為我們大家都要這樣 這樣清清 感覺哦 那隻油 那魚這樣 沖沖 感覺起來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三十蚵子 台東三十號 他可能就比較欠心 所以他本來就有這種欠心的 一個這個特色 你不能認為說 他這樣可能不夠行 不夠陷 所以你肥比較熱 這個不對 所以他有時候 比較軟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洗錢 那麼就是說 一定要補這個夾 要補夾 那麼如果你種的這個地方 日照比較不久 比如說怎麼日照不久 比如說在人家的房子 這個膽肥就要特別的這個 特別的這個修心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目前所知道 就是他的這個這個 風比較頭的時候 他對這個白色肛肥 他的抗性沒有特別的這個突出 白色肛肥跟紋肥 他哪從沒說很特別 那個控性呢 比一般來說稍微略低一點點 和一般的這個這個 這個瓶症比起來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你可能在這個 末期的時候呢 那麼尤其在 這個 萬火高頭這個地方 你要注意 是不是有炒卡丹 那麼這個文國賓 這個這個發生 那一種呢 可能就是白色肛肥跟文國賓 你要在末期的時候 你擠水的時候 特別 我們不會便宜 那麼你一定要注意 白色肛肥跟文國賓 一般我們如果是種這個台南十一 白色肛肥在這個炸檔 通常會把他拌勻開 就要把它鑽過 但是這個 這個瓶症可能你 稍微來 注意一下 這樣就好了 最主要就是在這個 擠水 你在擁有 這個白色肛肥跟文國賓 因為白色肛肥最主要 就看有風頭 沒有風頭 如果沒有風頭 一般來說比較不會 但是如果 他這個本身比較聰心 所以 你如果是種到有的 現金的時候 例如說 台東三十一 他如果有現金 有現金 他就很容易炸檔 很多人 對這個瓶症的歡迎 在這個瓶症的歡迎 他們的歡迎 這個歡迎 就是說 這很有炸檔 其實為什麼炸檔 因為 他這個瓶症本來就比較聰心 那個瓶子本來就比較聰心 那麼這個瓶子聰心 你 看不過 因為有的人說 這很聰心 所以這就 標示說 這個瓶比較高 大廟不太高 所以很多人 有這種的 因為這個瓶子的表現 你就看起來 沒那麼大 他沒那麼大 其實你算基礎是差不多 因為那個瓶子比較聰明 他不是現金 所以 你不會說 看得到整個瓶子 這樣 這不會 這種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他比較聰心 是這上次比較不會對 這個文古兵 但是我們很多人 會顧得到 文古兵 就是因為那個瓶子 我們不會好 你知道 很多人看 那個瓶子的瓶子 就覺得這個瓶子不太高 所以 他再去瓶子 瓶子瓶子 瓶子瓶子 他一樣 瓶子瓶子 瓶子 這種地方 這個地方 那麼這部分來說 他在 他的這個 在我們中北部在政的時候 進政在頭巫 大家的太念 正在頭巫 那個時候 在這個 官蔭 官蔭 新行這邊 他們去掃這個試驗的時候 就這個歡迎 他的這個瓶子的很多 他的瓶子很多 他的瓶子很多 有什麼瓶子很多 他對運動比較敏感 所以 這個比較適合中南部 你如果是在北部要做 可能要比較慢 你北部做比較慢的時候 有可能就 脫蟶子 脫蟶子 他就比較容易炒蟶子 所以這在頭巫 在那裡 這個瓶子 就被人家說他 好吃是不好吃 但是這個 掛不 他為什麼掛不 因為 他有幾種的 本來是這個 他的油點 譬如說他減肥的比較欠 這是他的油點 但是我們減肥的欠 都會把政給他隨隨 要隨隨他就對這個文庫 所以原地是 不會說比較好對文庫 但是因為這種的這個情形 就證著一個所傳到文庫背 所以 這你可能要稍微來給他 稍微來給他 這個注意到 這大概是 目前看起來 應該如果沒有什麼樣的 這個意外 這應該是這個情形 那麼 在這個 用這種水肥的時尊 水肥的這個時間 那可能要注意 就是說 他的這個淡層 其實 因為這個蛋肥利用效率 這很好 在這個平靜裡面 一樣的 比如說和高河 和這個 台南十一 這種比起來 他蛋肥效率 應該是算不錯的 那 很容易會出現到 就是說 淡層 下了太多 這其實我個人還是一直 一直 一直以為說 很多的感受 淡層 下了太多 都是 尾巴又去補 就是說看到 這樣站著 很像不夠大 沒有這種感受 還去補 補一個 就這個 不然說太好 所以呢 這要稍微來給大家 注意到 因為這種 平靜 很重 美質 非常非常重 是這個美質 因為 如果去補 這應該是客族的 就是說 美甲特別 要選一個平靜 要補到更好 才能補 那你 你要管理的時候 不要太多 短水 譬如說 要過正前 這個 不要太多 打 有的 這個 因為美甲 美甲如果你客族 有的 要求你打打 打打打 有時候電腦 打打打 他比較好 他後邊 比較好 這個 比較好處理 但是就是說 這個 這個美 有一個 比較麻煩的 這個地方 就是說 這個 美甲烘米 譬如說 這個美 你若交給一般的切斤 這個 烘切斤 下去烘 讓人烘 這很容易出蒸 它的烘 烘得太過頭 煤火 這倒不掉 這個東西倒不掉 所以 他通常 但是美甲你變說 你刮刮 你高溫的 高溫的 有時候這個美甲 就會提早 你把他烘得更乾 其實 這個 盡量 剛好就好了 不能太早 你太早 它電腦 更容易影響到 這個美甲 但是他在烘 變成他們 比較難烘 他這個烘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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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運動 不能太過頭 那麼 它如果 烘得 一種 烘得 烘得太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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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大量的裂變 這個 我相信 他 這個 美甲 他有自己的 一套 這種 他會跟你 放這個東西 應該是 在烘的部分 都可以注意過 因為這個 他很大的問題 是受到 這部分 有的人說 這也沒什麼好吃 但是烘 你如果烘得好 其實就 真的差很多 所以他這個美濟表現出來 所以這是這樣 所以你賣記 應該 最主要就是說 文股和白 如果有透風 水白就肯閉 不然就是文股閉 股好洗 那麼這個糖 這個西深糖 鱷化明蟲 這種 你要稍微注意到 注意到這個風範 那麼 接下來就是 這個賣記的時候 他如果是比較聰明 那麼 還是說 比較 聰明是正常的 你如果想過頭 放那個你要攝影 在高頭那時候 還要補一點點 咬 這樣起來 他的這個品質 還是說 他的 比較 他本來就比較抗豆腐 但是因為 我們管理工 管理工 比較容易倒 為什麼 因為就是這個品質 他就是站心的 但是呢 我們很多都會看不過 看不過呢 會覺得比較小 所以他就補一個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 有大部 後大部 你就要洗字了 咬就要稍 稍注意一下 這樣 所以這個大概 在這方面來說 可以讓我們和朋友 稍做一個參考 因為 很多從這個品質 很多是因為 抗豆腐的這個品質 比較不會倒 但是很多人 對這句話 很有意見 說沒有要很厚倒 其實 我們所了解到 就是說 他很厚倒 就是因為 比較直立性的 這個關係 會這樣 所以 吃肥的這個部分 你稍注意 不要過度在掌握 這個部分 你稍注意一下 一般來說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今天在這裡 讓我們和朋友 稍做一個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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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